走啊 我求你了 我没跟你开玩笑 周伯伯 走 走 我求你了 欧阳 欧阳 你是全世界最好的老板 你能够摘动我吗 我刚才我去站着 你能够摘动吗 我赶紧给我走一个 你抓不动吗 你听我来 欧阳 你 标齐零一 难道你就不想去看看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她连手机都不要了 我不想知道什么原因 没准还胡说女大款呢 我更不想胡说什么女大款 咱们 你能不能不要 跟思雨洋喝多酒瞎胡闹啊 我不管 走 必须的 欧阳 欧阳 我真没看出来 你怎么现在记性那么好 我喝多酒说的话 你到现在都记得 你也不想记啊 你那天租行着几百遍 你知道吗 我咬你了 欧阳 让你闭上手 手机拿到了 手机拿到了 我们走 走走走 我走了 你别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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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其实 Leon 都要刚安 你别闹了 就俺去ион 我ас杰自这个 有更重要的 哪里 di 记得 我去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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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其实我一出门我就后悔了 你躲起来也是为了我好 刚才是我不对 两周年快乐 两周年快乐 别的 走吧 哪儿啊 咱们走吧 走 走 走 我欧阳 我徐思雨 还有林美雅 沈哲 开门啊 沈哲 你赶紧我开门 走吧 快 你这么躲着这个屋里藏什么人啊你 欧阳 为什么 欧阳在外面呢 快 沈哲 就是因为欧阳在外面 我更要开门 就是因为欧阳在外面 我更要开门 就是因为欧阳在 你更不能让他知道你在这儿啊 那怎么办 快点开门 就这么一直关着门呢 开门沈哲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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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去一下 你亲婆婆 你让我多忙 你身边的屋里藏着什么人啊你 过来 我告诉你啊 你手机在我手里 你要想拿走的话 赶紧把门给我打开 开门 思雨 姐姐 我爸打电话了 开门开门 你喊了我爸打电话 我接电话去 就在这儿接 开门 赶紧把门给我打开 开门 我爸 思雨回来了 赶紧把门给我打开门 我跟思雨在那边吃饭呢 开门 这么小的事 怎么回事 怎么有男的声音啊 你 你们是不是去小哲家了 没事 爸 我们都挺好的 我一直办法跟你说不清楚 我先挂了啊 爸 我 我特别好 好 拜拜 晨哲 你不开门是吧 我明天就去你公司 我们接了我们的丑恶行为 正好你老板也在这儿 他能替我做这儿 是吧 老板 对 随便结合 听见没有 实际上的门 思雨 小龙虾 小龙虾 你不是想吃我爸炒的小龙虾吗 我爸炒小龙虾 靠这儿 你想辣的吧 也提酒 别吃了 好好吃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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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好啊 大家都在这儿 在这儿好好看看啊 记住这房间里的男人 把自己的正牌名又给甩了 在外面找了小三 让人家足足等了他二十年 二十年啊 对啊 一个女人的青春全部都毁了 开门 你们俩就 人家这儿不要紧 我非法闯鱼 大人了啊 走啊 你再不开门 我们就没法闯鱼了 你信不信跟着 我瞧你 瞧你 弄够了吧 干吗不开门啊 你操人啊 你们俩啊 什么意思啊 别去 我没有想来找你 我也没有想打扰你 今天晚上事情其实很简单 思雨原本是想跟你谈的 就在电话里面谈的 没有 结果你把电话给他摔了 你不用再解释 程哲 是我要来找你的 有什么话你跟我说 你给他俩带的路啊 都跟你说了 今天是思雨要过来跟你谈话了 你老盯着灵敏仰奉什么意思 欧总 现在是下班时间 这是我家 你跑过来闹 你不觉得有失身份吗 今儿我这身份就失了 怎么着啊 我跟你说 我今天就以林美雅和好朋友的身份 过来了 让我作为员工的身份提醒你一下 你要是有这些功夫 你为什么不好好想想 那四场就这么弄呢 那就又不让你操心了 思雨啊 你有什么问题赶紧问他 我懒得听那混蛋的这废话 我告诉你 陈哲 你丢在楼下的手机 我帮你捡回来了 那么请你告诉我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你像丢一个手机一样 把林美雅给丢掉了 思雨 别说了 你说得着吗 这是我跟林美雅之间的私事 私事你听得懂吗 林美雅我跟你说清楚了没有 我跟你说清楚了没有 你跟我说清楚了 说清楚怎么了 说清楚你就有理了 你真是那么生气吗你 今晚不来你家 就那么生气吗 我告诉你 陈哲 真是破天 我林美雅一片怎么想来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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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闹了 回去 怎么能走了 怎么走 不走 我告诉你 陈哲 你别以为林美雅善良 你就可以随便欺负她 怎么前一天她在法国的时候 你还挨着她死去活来的 第二天你就要跟她分手了 你别告诉我 一天的功夫你就烦了 我就想知道真心 什么真相 什么叫真相啊 我今天爱她 我明天就可以不爱她 怎么着你谈过恋爱吧 你有公式你能算出来啊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你别让我杀扯 我告诉你 我怀疑你早就出轨了 而且你一脚踏两只车 直到林美雅回来之后 你才要出你的狐狸尾巴 你怀疑我 你怀疑我 你就能跑到我家里来闹什么 你有证据吗 证据她 你要证据是吧 哥儿 姓陈的说要证据 怎么办啊 能怎么办 找呗 好嘞 找几个 这是我 让我开 叫我报警啊 陈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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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她报警 陈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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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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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好 我要报警 你快点上 干嘛呢 梅雅 我错了 你能脱离她的魔掌 简直就是老天爷眷顾你 好了 思雨 别生气了 陈哲 今天的事情是我不对的 对不起啊 我跟你道歉 咱们商量一下 能不能别把这件事情闹大 大家毕竟是一个公司的 抬头不见还得低头见呢 你就看在咱们都认识 那么多年了 算了吧 梅梅啊 你是不是脑袋可傻了啊 你给这种人道歉 是她先碰的你好不好啊 好了 你